我是一個走不了路的傷殘人士 持續拐掌三年 做一個很大的手術 醫生說我動不了 但是那時一直走得快的時候 24小時的痛症 我們都是痛症人 很辛苦過生活 其實行動不是很好 例如做事我們提早退休 做不到事 站又站不到 走不到 好像很迷惘 當時加上有邪靈去我那裏 當時很害怕 其實自己教會的牧師已經幫我驅了 但是驅了之後 仍覺得有邪靈繼續在我身邊 於是我在Youtube見到 而牧師他驅鬼的Youtube 我就很想找他 但是我就沒有渠道找到他 後來我在Youtube有他的電話 我打給他 他就說我在新醫館 就有一個show 是非洲的牧師過來 就叫我去找他 其實我去到他不認識我的 我就在新醫館那裏見到下面 我就衝了下去 我就跟他say hello 我說我叫Pet 你不認識我 但是我在Youtube找過你 我說我可不可以找你祈禱 就是因為這樣認識了我業牧師 他又幫我討告醫治 驅鬼醫治 其實有一次就幫我祈禱 我整個人遙遙遙遙了九個字 後來就真的沒有了痛 那時遙到我便問了 Youtube 牧師 我說停不住 可不可以幫我停掉他 他說有得他遙了 這個就是我的好好的經歷 其實那時經歷了之後 其實我在醫院信了主 但是信了主 走得回的時候 我就不乖 當然人就是這樣 你得到的東西你就不再求 但是有時回到教會 十一奉勢就不用問我了 我不會捐的 但是自從彥牧師跟我討過之後 我經歷很大 經歷邪靈 經歷病 於是乎我人生很大的轉變 第一 我很愛神 很愛人 以及很乖 神叫我做甚麼我都做 聖經裏面叫我做甚麼我都做 然後到一路就開始做回事 其實我們不只要回教會 去義牧師觀看我教會 但是有時又不回 因為工作我 那就是剛剛 因為做了第二盤生意之後 我是賣菲律賓的樓房 其實賣菲律賓的樓房都挺困難 不要說賣香港樓 還要賣菲律賓的樓 就更加困難 那時其實我都依然做了 連續三年 那我很困難做 但是其實一年賣到五六間 就已經很厲害了 那但是 我就是這個是我的經歷 但是我在3月18號的時候 我又沒有甚麼聯絡鹽牧師 不過我經常都會看到他的Youtube 那自己又開店很忙 那有一天就3月18號 下午我就叫小朋友 幫我看著店舖 我現在去吃下午吃10分鐘 但是那10分鐘 因為我有留意鹽牧師的Youtube 我知道他去肯尼亞 去探望非洲的小朋友 那其實我來不遲都有他搬堂 我就知道他有兩個星期很忙 有兩個星期去了非洲 有兩個星期在香港 我經常都去非洲 那所以我就很留意見他 我覺得他很偉大 好像耶穌 我覺得他 那我就經常在Youtube 想找一下二目CV他的行蹤 那我就見到他有一次 他就將肯尼亞的小朋友 在台那裡跳舞 整班小朋友跳舞 跳得很 就是我覺得很厲害 那班小朋友 那時候我很感動 感動了 自己一直看一直哭 那好了 我看完之後 我就去了吃下午 那10分鐘的吃米線 就有聲音跟我說 他就說美藍 你去賣 你去賣 你去做 你去勤力點去做 我源源不絕供應給你 不過你要將你每一間屋的佣金 的1% 就捐給肯尼亞 這班小朋友 真的是這個聲音的 那我就 一路吃我就說 好好好 好好好 那我還怕不記得 我一回到店舖 就將個肯記 抹下他跟我說甚麼 你要捐給小朋友 還有他叫我跟隨業牧師去侍奉 那 不知道侍奉甚麼 我都不知道 但是好了 那時在3月18日到今天4月20日 我竟然可以埋了十八間屋 Sorry 八間 七間 十五間屋 那是很 Amazing 是沒有可能的 就是如果不是神 那些人好像買菜那樣 那班客人 就是好像買菜那樣 電話就可以下命 我未試過這樣 所以我覺得神真是很偉大 神真是很有能力 我們人根本是沒有能力的 你是做不到的 就算你怎樣勤力 你怎樣呢 你都沒有辦法做到的 神要給你就給你 所以我今天很想分享就是 當你去答應神的應許 而你又答應 而你去貢獻給社會也好 貢獻給教會 而神又肯使用你 剛剛神又使用我 你就願意給祂使用 而每一個人的恩賜都不同 可能我的恩賜是一樣 我就用心 我也都很感謝祂 讓我走得回 既然這個身體是你給我的 你要用我的你就用祂 所以我這個分享就是 我希望大家都去和神偷通 如果真的有聖靈感動 祂要使用的 就大膽給祂使用 還有我覺得一定要倚靠神 還有每一次不用擔心任何事 你倚靠祂 祂美好的計劃一定會給你 好,我先走了 我先走了